3月24号 官方记者会透露 目前共收集到遇难者遗物21件和飞机残骸183份 以及部分遇难者的遗体残骸 更多细节当局依旧讳莫如深 现局日本的原央视记者王志安在推特发文披露 大陆的空难调查不太透明 空难真相难以大白于天下 他说比如十年前的宜春空难 还有包头东航空难 大连武器空难 这些都是人为灾难 可是公众大多毫不知晓 这些灾难有的我做过报道 有的做过调查 但是没能播出 目前东航空难发生已经超过三天 对于导致事故的原因仍然有重重谜团待解 大陆媒体曾披露 空难可能与东航缩减维修费用有关 但是相关的报道被大陆官方封杀 根据陆媒1点财文此前报道 东航受到疫情的影响 2021年亏损达到110亿元至135亿元人民币 在东航2021年的财务报告当中 清楚记录了严控通过维修费用等手段来降低成本的细节 但是这个报道被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指控是误导舆论 相关的新闻已经陆续被下架封杀 根据失事飞机的飞行记录 在事发前飞机突然急降 爬升 再度急降后坠毁 航空专家分析认为 坠机姿态极为罕见 人为的可能性更大 澳洲航空专家汉斯福德表示 虽然目前仍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飞机突然进行俯冲 但是如果排除机舰故障的可能 会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机师自杀 第二个是与军机相撞 第三是MU5735被导弹击中 第四个是机上有炸弹爆炸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前任首长丹尼尔艾维尔告诉媒体说 作为现代的商用喷射飞机 失事飞机在巡航高度发生机械故障十分罕见 中国航空学会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南认为 MU5735最后失事前的数据极不正常 很有可能机长在坠机之前已经对飞机失去了控制 事发后 有空难失联乘客的家属发出巡人启示 也有家属赶到广州白云机场 却因等不到亲人的消息而崩溃大哭 还有的家属亲自赶到坠机现场 对着空旷的山野呼唤他们的亲人回家 3月21号东航MU5735航班在广西境内坠毁 机场132人生死未卜 事故原因仍然扑朔迷离 新台人电视赵凤华 林明迪 综合报道 3月21号 林明迪 继续